11月18日,新晋国民好老公黄海波显身杭州出席某品牌发起的南极之旅活动 连日来忙碌的宣传让黄海波是姗姗来迟 但是黄海波一出场就引发了现场不小的骚动 如今黄海波可以说是工作满档,分身乏术 但对于南极之旅,黄海波期待至于更盼望着可以亲自参与席州 一,我没去过南极,我挺想去的 二呢,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去会很有意义 我也希望在那的一个拍摄能够很不一样 未来也希望能够这些网站们咱们一起来合作搞这么一个南极之行 让南极人来提供资金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公益的项目 那么南极 随着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热播 黄海波和高圆圆这对欢喜冤假令人哭笑不得 但大家似乎更关心高圆圆和赵又廷的进展 现场黄海波也是十分大方的爆料 高圆圆和赵又廷在剧组私底下的样子 没有她在那打游戏机 她的性格,我觉得她跟圆圆特别合适 他们俩人都是天秤座的 特别合适,就坐在那玩游戏机 在那挖地雷 然后呢,我也过去,我说你喜欢玩那个 我说我喜欢玩那个 交流一下游戏上 虽然在戏里黄海波是赢得了不少女神的芳心 但是在戏外,黄海波却还一直单身着 对于最近吴曲龙汪峰等纷纷告白的一股明星热恋潮 黄海波也是送上了意味深长的祝福 这个缘分这东西啊 它很难说 所以你这个你只有来到了 变成现实了 领了结婚证了 它才能算叫真的 才踏实 对,它既是爱情又是婚姻 比如说,对于杨幂和刘凯威的爱情和他们的婚姻 我要深深的祝福 对于吴奇龙和刘诗诗的 那两人是爱情 我是站在爱情的角度上 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祝福 还没有到婚姻呢 因为汪峰老师张子怡我也站在爱情的角度上祝福他们 但只有爱情的范畴 没有婚姻的范畴 相比之下那两对比起凯威和杨幂那对 就略差一点